妈祖诞辰为农历3月23号 一般来说妈祖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上圣母 在坊间也称为妈祖婆 而且是沿海人家普遍信奉的神明 而这一次台东天后宫妈祖 也特地前往绿岛绕境 替沿海地区的民众祈福 传闻妈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梦见观音 并且告知林家将会诞生一位女圣人 而出生后女婴与其他婴儿不同 并不会哭哭啼啼 因此取名为墨娘 妈祖一般称呼为天上圣母 而妈祖也是沿海人家普遍信奉的神明 这次在台东天后宫妈祖 也特地前往绿岛来进行绕境的活动 我很高兴大家 我们台东的好朋友 为了我们绿岛的乡亲 未来能够大家都封地方都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我们的乡亲大家都贪大钱 能够有一个安期乐业的生活 大家来这样猫祖来出城 来保庇我们的岛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是一个很大的盛会 在这个盛会当中 让绿岛整个绿岛的机女动起来 观音动也是有史以来 这么大的一次活动 所以观音动这边完全配合 这个天后宫和这个妈祖来会乡 替绿岛的民众祈福 而这次妈祖诞辰也相隔了近十年 又再度来到了绿岛 绿岛居民也家家户户在门前 摆出祭祀品 虔诚的四封妈祖 台湾新闻张玉成杨国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